大家好 我是Brian 旁邊這位是我同事 我是Ray 好 這一次我們來拍的是 APEX Shot by Design的新刀 在介紹這把新刀之前 我們先來談談 我們的新品牌 Shot by Design Shot by Design這個牌子呢 要先了解他的話 要先了解其中一個靈魂人物 叫做 Brian Ndu 對 好 Brian Ndu 請Ray來介紹一下 他的 生涯時期 好 Brian Ndu 的話 他這個設計師 是從 2011時候 開始 有在做到 那他之前 他其實從事了 就是加工行業 15年 19 所以他對於 CNC 這一塊 非常的了解 對 那在 2014時候 他參加了 刀展 就是我們自己去的 Yatlan的刀展 Bray Show 在那時候 他獲得兩個獎項 一個是 New Maker 最佳 最佳New Maker 就是新刀將 對對對 他才剛參戰 再第二個 是 最佳戰術者刀將 最佳戰術者刀將 對 而且他不只得了一次 他得了三次 他得了三次 這麼兇啊 我一直以為他是比較屬於 EDC那種 比較前衛設計風格 Oh No 他早期在做的是 Tactical的感覺 2015年 2017年 就是他在獲得到那個 最佳戰術者刀將 所以其實不簡單 那其實蠻不簡單的 對 真的 OK 好 那這個刀將 本身 他有一些設計 就還蠻獨特的 是 像是他的 Flipper 對 那是他的指標 那他指標嘛 然後再加上 Frain Lock 都有 做倒角 對不對 他Frain Lock 都是倒角 那個鎖片 鎖片 就是一個圓角 他不像 我們通常看到 就是鎖片 對 都是貼平Frain Lock 他還能夠鎖在上面 然後他就是 做一個凸角出來 然後又剛剛好 你在收 他的Frain Lock的時候 抵到他又不會覺得 不舒服的感覺 我們看到這一支 APEX 比較意外的是 他的Frain Lock 特別的緊 對 他這支Frain Lock 真的是還蠻緊的 其實也不是特別的緊 就是他磅數相對的 比其他Frain Lock 還要再高一點點 你會覺得他跟哪一支表相 比磅數還這樣 哇 欸 Chris Reeve Chris Reeve 但我說真的喔 我真的覺得他沒有輸Chris Reeve 他的那個 跑的過程沒有Chris Reeve這麼遠 就是Chris Reeve他可能快到一半左右 可是 你推他沒有 鎖片的這個地方推下面一點 他磅數其實是 重的 其實我覺得他比Chris Reeve還要再硬一點 真的嗎 你覺得他比Chris Reeve還再硬一點 因為我唯一Chris Reeve是Benzer而已 其實Chris Reeve說到現在 其實他已經在Frain Lock裡面很緊 很緊 所以 沒有買過Chris Reeve的 應該大家都買 趕快去買 好 基本上講回來 好 他的那個Frain Lock的鎖片 都有做導角 然後他的Fripper 是他的Signature 對 再加上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所以另外還有Signature 他背夾 他背夾也是他的Signature Signature 我以為他是為了這支而做 或上一支 他基本上 你如果有看他的刀 所有作品 在創刀裡面來講的話 他背夾都是長這樣子 他如果他自己Custom的話 中間會再挖一個洞 Custom的版本中間會再挖一個洞 那首先再講 講到這個背夾 我也不得不說 這個背夾 真的很厚 很多泰背夾都是做薄薄一片 然後做一下彎曲 讓他結構 比較強壯一點 對對對 那不然就是後隔大概0.1米左右 對 這個後隔也不止0.1米 其實他背夾真的是我覺得做的蠻用心 真的蠻用心的 然後這線條很簡單又很好看 所以我們看另外一種 手工刀或是Metech那個層面 我們也比較看他的 整體刀子的乾淨程度 就 他看起來很簡潔 對 很舒服 很耐看的刀子 其實我們 更喜歡 而且最主要 他線條也接得起來 然後他的外觀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基本上我們為什麼會 賣Shaba Design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 很久以前 Raid就已經訂到他IG了嘛 對不對 對沒錯 然後我們去刀斬 因為我們有個習慣就是沒看到實體 我們不敢 決定 不不不不敢下決定 對 然後 後來就 我們今年有機會去 北修一趟 沒錯 我們去了他的攤位 然後Raid 就肯定的也買了一支 OK Mini Tempest 我們在現場看了以後 我們那時候去的就是只剩幾支 我記得六支 六 反正我就全掃了 沒有 還有國外人在用槍 喔 對 那時候不是旁邊還有一個 他也在 在掃過 哈哈哈哈 是喔 我沒注意到 反正我就說 反正我那時候看Raid已經先到了 因為我才辦他幾步而已 對對對 然後我拿起來看 後天啊 後天啊 把我全掃 真的 這不開玩笑 你摸刀子摸久了以後 基本上 我 開到那一瞬間 然後看鎖定鎖片定位的那個地方 然後大家看一下他的細節 然後握柄 喔 握柄其實我當下我是看不懂的 我從來沒握過握柄這麼遠過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那種3D餅啦 大家都是這樣的藏糊的 3D餅 意思就是 他是有一個曲面的 對他不是平的 對對對 你繼續看他整個3D的那個整個圖 他其實整體都是圓的 對 所以基本上他這加工要多少時間啊 然後他的 那個Pivot這邊 Pivot其實也算他Signature之一 在廠刀來講 對 所以他是故意這樣做 他是故意這樣做的 OK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買他刀子的最大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的定位 那就是他的鎖片 他的鎖片不只有外面做的好看以外啊 他的定位珠是沒有的 所以這一把刀是沒有 他們他設計的刀子 是沒有定位珠的 所以他刀子怎麼掉不下來的 那個就要 洗牌以下 對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是不是每一次都只會做一批嗎 對沒錯 包括Mini Tempest 他也是跑完 對 他就跑完這批之後 不會再有一樣的配色 是喔 看那我還讓給你幹嘛 不敢 你還讓給橘男 對還讓給橘男 對 對因為那時候我們去美國 在橘男去RNJ 對 然後我是沒有跟他講 就是他來我們的 就是 我們在 車上的時候給他看 不是在飯店 飯店 飯店的時候 他在我們 他們在我們房間的時候 好 Anyway 橘伯伯認證 他買了 他買了 他真的買了 因為這個真的很漂亮 你看那刀匠都欣賞刀匠的東西啊 真的 而且他好像也 那時候我們跟他講 他也是 獅懂非懂 他獅懂非懂 他獅懂非懂 因為他基本上英文也沒那麼好 然後沒可能跟他解釋清楚說 這什麼 什麼特別的 什麼鎖定片啊 什麼D10沒有啊 他就是拿了我的來玩一玩之後 對 OK I buy 然後他就說 Jimmy I want one 然後就 這就要一個了 OK anyway 反正 以上他的個人特色特點 然後還包括我們從 美國也帶回來 然後確定他的刀子的 是非常OK的 非常OK的 對 然後看到APEX 當初姨瑞拿給我看我就 齁齁齁 對 所以你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就 好醜 握柄鏤空 刀刃鏤鏤空 這 我要是沒看過Brighting的度 我真的覺得 可是那時候 不會買 那時候我是給你平面渲染圖 對 我看到他影片的時候基本上 因為我已經看過Compest 所以 基本上 我覺得還要 應該還OK 所以你差不多也玩了10分鐘 對我差不多玩了10分鐘左右 剛收到我們就拍片嘛 對 所以基本上 說真的他的重量實在是太優秀了 然後整把刀就像我說的 他整個握柄圓圓圓的 摸起來很舒服 對 然後其實 你有去研究他的那個 鈦餅跟鋁合金的結合那個嗎 對 因為剛剛那個 線 舒服 幾乎沒有凸點 設計師他本人 是非常喜歡鈦跟碳纖維這個 所以為什麼他Tempest才用碳纖維 喔 那為什麼這個用鋁合金 好 他在設計當中 他其實有牽一把 叫VOID 可是VOID 他覺得太短了 他想要 設計一把刀是 大概3.6吋跟Hustle合的 他就設計了一個叫APEX一把刀 當時他 想很多個材料拿來當他的 引擂 這部分 是 然後他想要做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 設計 就是他 引擂不是貼上去的 他是用螺絲鎖上去的 他是用螺絲鎖的 對 真的他是從裡面鎖 難怪他刀子看起來這麼乾淨 他在他引擂鎖上去的時候 他就想 如果我今天用電幕 用碳纖 用G10 他鎖上去就滑壓 所以他不考慮這種 非金屬類的 那再來是說如果今天用鈦 他又是鈦了 他想做跟鈦不一樣的顏色 就是太做不到的顏色 然後你說木木金或高 也太重了 他最把就是要剪中了 他就是要剪中了 對對對 所以最聰明的方式 他就是用鋁 然後去做一些 太沒有的顏色 所以其實他引擂的故事 是這樣 就是為了讓他好看 在剪中 在剪中 然後結構相對的又不弱 對 所以基本上 Good choice 然後 然後說真的 這個配色我沒有想到這麼有質感 因為基本上 紅配黑不會醜 不會醜 但是這樣子包起來 做折刀握柄要好看 其實 他真的要夠立體 然後你真的握到這把刀了 你會發現哇真好看 他整個曲面都好 然後整個細節 然後整個圓弧的地方 這個一定是跑很多時間 才有辦法跑得出來的東西 就像我們說的 MidTag刀 就是我們最注重 就是他的乾淨程度 是 他雖然鎖了這個鷹類上去 可是還是很乾淨 因為他的線都分割得非常精速 再來是他整體 鷹類鎖上去 那個接縫數也很舒服 這真的是很厲害 就你很少會玩到一把刀子 你開刀收刀 除了順暢以外 然後他設計帥以外 用的材料很好以外 哇整體看起來乾淨摸起來 溫溫順順 柔柔滑滑的那個手感 真的 就兩個字質感 真的是質感 Shot by Design 這一個廠牌 他真的就是質感的代表了 我真的這麼覺得 我覺得他真的是那樣子 對我真的從 那個Compaster 照Apex 真的是質感 可是他們是兩個 不一樣的 就完全不一樣的風格的東西 可是你會覺得說 他的 設計語文是一樣的 就是你會看到說 他的線條 然後後來呢 他每一個拉出來 特別要這樣一下 他鎖面非常漂亮 然後你看Tempest的鎖面 再看Apex鎖面 他辨識度非常高 你就一定馬上看出來 就是Shot by Design 你不可能再錯 就是他的個人特色 就 Anyway Good job 然後Apex 這一隻刀子 說實在的 也是秒殺 在美國也是馬上秒殺的東西 對 基本上Shot by Design 這是難得的 好刀 然後 我相信Shot by Design 如果堅持他繼續 這樣子做工的話 然後量產又起得來 那就很兇了 因為基本上 如果他當初長刀 絕對是我會買單的長刀之一 沒錯 因為他 所設計的每一隻刀的細節 然後加上他個人特色 基本上他的個人特色 都是優點 這是很難得的 會看到這一把刀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他哪裡是瑕疵哪裡是瑕疵 不 那些都是 設計特色 對都是設計特色 他是故意這麼做的 對 就是 你每一個覺得 地方 有可能說 為什麼要挖這個洞 他要撿中啊 就是他都會一定有一個原因在後面 對對對 就是有一個原因在後面 他是不會有一個 線條出來 然後是說 這是沒原因的 我就 就是想要像這樣子 對對對 他就是有原因在後面的 然後我不得不說這個Tento 真的是超漂亮 帥炸了 我的天啊 我覺得他很會設計韌性 他的Tento就是那個 起來的那個線拉得比較遠一點 所以他的Tento看起來 沒有這麼的 直你知道嗎 現在看起來沒那麼死 對 然後再來是他整個grind起來 其實真的 Riate他們怎麼代工的啊 那好厲害 對話說 GridnerDieu 他為了做這把刀 他就是特別找Riate 然後幫他代工 因為他相信就是 Riate的品質就是最好的 對 所以 在工上面他也是要求很多 Riate 絕對沒話講 那是說Riate代工 加工不好 你可能沒看過加工壞的 我不要說你一定看過加工好 你一定沒看過加工壞掉的 只要 只要就是在美國那些 玩EDC的 一聽到Riate 就是沒什麼話說 OK啊OK Why not Riate這種quality OK啊 對啊 一定沒問題 對 它的價格 它價格還蠻敬感的 基本上 這一次ipex 我們的數量大概在18支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18支左右 然後我們會在刀斬上開始開賣 如果沒賣的我們一定會PO在網路上跟我們的店面在販售 對 順便提一下我們刀斬是12月3號 12月3號 在富邦道那邊 是 然後ipex 可以的話 非常建議大家來看看 它真的很不一樣 它照片上看起來大陸代工 影片上 看起來也是大陸刀 你拿在手上完全沒那個感覺 對 基本上沒那個感覺 因為 我說真的這一種設計 就是 我覺得大陸現在最欠缺的 我覺得大陸 目前要 找到一個 設計刀 還蠻困難的 對 就只有美國刀這樣才有辦法設計得出來這種線條 對 然後 再設計這些 線條及美感下面 又不失它的強壯度 像你看嘛 太平樓空 然後再卡鋁核心上去 光聽就不強 你懂我 不好意思啊 可是 這把刀 它做到 它非常堅固 這握桿非常的 扎實 你要做這樣子握桿還扎實 它的Fairlock 棒數還 不會低 還蠻硬的 還蠻硬的 然後開刀也是順的 收刀也是 喔 鼓溜鼓溜 這真的很要求 這絕對是一把好刀 Shop by Design刀子絕對都是好刀 所以真的呼籲道友就是來看看摸摸哈的刀 這肯定要看的 因為沒看真的很可惜 你會 真的不小心就忽略掉一把好刀 是真的 所以其實 我們真的在Shop by Design這個品牌上面 真心推薦大家 對 真心推薦大家 因為基本上不管是價格 做工 選料 絕對一流 就絕對一流 很有競爭力的 非常有競爭力 光硬體部分你就已經不用想了 然後再來就是 他設計師本人 我非常支持他 開工廠 真的 我需要他更多的設計 更便宜的價格 這基本上 非常的兇 真的非常的兇 他沒藏到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他custom的 還是在兩三千塊那邊 這麼貴 對 所以他其實是真的是那種 獨角獸等級的那邊 而且那 這是 太秉速速的喔 就兩三千了 不要說他再放一些很貴的金屬 我覺得我們 明年也該來拍一拍 為什麼手工刀這麼貴 我覺得其實 K-pop這個題材 我覺得還是我們要先拍 剛才的比較差別 然後 我們還沒做直刀的那一個 我們好像還沒把這些數據 就是 比較 真認真的把它記錄 直覺化 更直覺化一點 話說剛才 還是要提一下 這是S50V喔大家 好 我們12月3號的刀展 也快到了 然後我們在那邊 就跟大家見面 記得雷電要來玩一玩看 Shaba Design的 APEX 沒錯 記得多關注我們的Youtube 按讚訂閱 再分享 Nice Cool 中文字幕 先來拍攝